欢迎来到夏普演 立即注册,以免错过引人入胜的消息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 点 尹涛和赵丽英在第28届马格诺利亚颁奖典礼上获奖 大胆的黑白组合引发热潮 昨天,在第28届白玉兰颁奖典礼上 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尹涛和赵丽英分别获得殊荣 两人登台亮相 尹涛身穿黑色连衣裙 赵丽英身穿白色连衣裙 掀起一场特别引人瞩目的一幕 备受推崇的女演员尹涛凭借 误了错车鸡毛飞上天和人间等多部著名电影作品 入选了顶级明星名单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知识 她成为令人钦佩的银幕偶像 特别是,尹涛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曾参与音乐领域 并担任主持人和娱乐 同时,赵丽英是一位著名的青年演员 在《花千古出轨传》和《知识不美》等多部成功影片中表现出了演技 她凭借出色的表演和天使般的美貌为观众打分 除了演艺事业 赵丽娟在2018年与演员冯绍峰结婚时还结了婚 虽然后来离婚了,但最近有传言说,两人将共同抚养孩子 在离婚后创造一个美丽和谐的生活局面 回到白玉兰颁奖典礼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演员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该奖项不仅表彰了个人的努力和贡献 而且在促进和支持艺术未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奖项的认可也象征着演员在行业中的地位 并帮助他们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尹涛和赵丽娩一起在舞台上获奖的画面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趣味 两人的黑白结合翅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并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这证明了这两位顶级女演员的精致和时尚品味 祝贺尹涛和赵丽娩在第28届白玉兰颁奖典礼上获奖 两人在舞台上的陪伴证明了他们的才华和专业性 凭借这些新的成就和头衔 尹涛和赵丽娩在娱乐产业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鼓舞